秀林乡部落交流协会结合了和平村、秀林村及美村水源村和同门村 推动宣导防止家庭暴力的理念 8号协会来到同门部落说明 遇到家庭暴力的时候要立刻拨打110或者是113保护专线 警政设政单位会在第一时间来介入保护国家未来主人翁 免于遭受暴力侵害 欢迎先秀林乡部落交流协会长期推动议防家庭暴力宣导活动 今年度结合了和平村、秀林村、景美村、嘉明村、水源村、同门村 进行巡回强力宣导 8号协会总干事郑秀林带领着协会干部同门们 则是来到同门部落进行宣导 其实我们今年度我们做了一整系列 就是从我们的地点有从我们秀林乡的最北区 就是和平村一直到最南区的同门村 我们做一系列的黄暴的推动 总共有7个社区参与 那我们今天来到南区 还是让我们来做一个暴力零容忍的一个先导 让我们秀林乡就是在家庭教育 在预防暴力的推动这区派能更顺利 而且能更多的人参与 更多的社区一起来参与 让我们家庭更和谐 然后减少暴力的产生 那这也是我们自己我们德鲁古德拉雅 遵循德鲁古德拉雅去做一些的那个依规 然后让我们的暴力也能减少这样子 除了搭配我们的主训 再来就是我们搭配我们就是整个社会教育 然后就搭配我们的防暴的一些政策 然后今天来到南区也谢谢我们同门村长 那个许贤梅也全力的配合 然后他们从去年一直在规划 到今年这么多人来参与我们的防暴社区的先导 我们也在此非常谢谢他 那当然也感谢我们的花林县政府和大力的配合 以及我们卫生福利部的来支持 我们自己原乡的原乡的哦 一定要加强这一句 因为我们原乡的家庭暴力预防 一定要从我们自己社区做起 由上而下来去进而推广在各社区 那这次来到南区 非常谢谢咸美村长的配合 我希望就是未来更多社区 一起来参与我们 一防暴力宣导这一区块 协会总干事郑秀莲 透过国语、泰鲁格族语、双语的方式 让每个年龄阶层的部落族人了解自身的权益 让学童以及大人增进自我保护的了解 期盼能够遏止儿子儿少受虐的情思发生 若发现或是听闻儿虐的案件 家暴事件可以立即拨打110或113保护专线 警政、设政人员相关单位在第一时间介入 保护国家未来主人翁 免遇遭受到暴力的侵害 期待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